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谈一下最近这个中国大陆跟这个印度阿三哥 在边界上面又开始发生争议冲突了 发生争议的事情是什么呢 是在中印双方交接的所谓西藏的藏南地区 也就是雅鲁藏布江的流域里面 那中国要在这边盖水库 这个印度阿三哥也要在这边盖12座的发电厂 当然这个地域属于这块区域来讲的话 是目前来讲是双方领土争议的地点 那不管是印度要在这个地方盖发电站 那当然会引起这个解放军的抗议 那因此来讲又发生了可能在这个入冬之前 双方会不会如2017年以及2020年一样 又发生边界上面冷兵器对决的场面 那当然我必须要强调 这次来讲的话 印度三哥特别针对2020年那次的边界冲突 他们有做深切的一个检讨 2020年发生他们那次的边界冲突 印度阿三哥他们的军队做了什么动作呢 我记得我那时候看到那个场面 我真是瞠目结舌 他们将T72重型战车 那样一辆战车有40吨重要开到喜马拉雅山 也就是双方正义的地点 班公湖那个地方海拔四五千公尺高 那时候我就那时候镜头上面就经常看到 他这个重型战车由于过那个桥梁 在山上那么高原地区以印度的基础建设来讲的话 那些桥梁根本就不可能承受40吨重的重量的战车 从上面压过去 果不如其然 这个战车在当时就有好几辆翻覆到山谷里面去了 因为桥断掉翻覆到山谷里面去 但是三哥还是非常的勇敢 将这些战车就快下山上去了 那时候我就断言说 这些战车上了去 下不来就跟小老鼠上登台偷吃油 下不来一样就上去了下不来 现在果不如其然 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印度号称在山顶上面建立一个全世界最高的海拔 最高海拔的一个坦克维修厂 他为什么要建这个坦克维修厂呢 或许听起来很吓人 好像他要用T-72重型战车在这边展现他 跟中国解放军对抗的决心 可是我个人的研判 不是这么一回事 我个人研判是那些T-72战车 在2020年开上去之后他下不来了 所以他必须要将坦克的维修的 这种保养的零附件送到山顶上面去做维修 好 那三哥突然发现说 在2020年他这战车上了去 下不来以后 那他才注意到说是解放军用 在这高原地区用了是什么样的战车武器呢 解放军用的叫做154轻型战车 这个154轻型战车重30吨 当然他整个特别经过设计 因为在高原上面来讲的话 空气比较细薄 含氧量比较少 所以说是发送机的动能来讲的话 跟在平原上面可能会下降到40% 所以说解放军这个15型的战车来讲 他特别设计的第一个重量要比较轻 第二个来讲的话 他适合高原地区的运动 马力要比较大 所以解放军他用了这种154的轻型战车 部署在这个双方阵营的地点 也就是班公湖这个位置 那三哥看到这个解放军有这个154的战车 他当然这个也要立刻这个也要迎头赶上 所以他短短的四年时间 短短只用了四年时间 也发展出来轻型战车 那最近刚亮相 叫做什么战车呢 叫做佐拉瓦轻型战车 其实我要特别讲 这个佐拉瓦战车 能够以四年的时间发展出来 确实是在战车的发展史上面 这个进展的速度之快 是列为全世界第一名的 因为一般战车从开始这个设计 到研发到试用到量产生产 大概平均都要十年以上 印度自己之前的阿琼式战车 阿琼式战车 他总共也是花了十几年才做出来 他花了而且花了207亿美金 做出来阿琼式战车 那原来的重型战车阿琼式战车 用了多久呢 用了大概不到一年 就除役了 为什么用了不到一年就除役 因为三哥他设计的战车 他什么都要 要炮要越大越好 这个装备要越多越好 装甲防护力要越强越好 就弄了这辆战车 是全世界最重的战车 可是他没考虑到 他的履带承受不住这么重的重量 所以他只能走200公尺 履带就断掉了 所以这辆阿琼式战车就无疾而终了 那他现在来讲 吸取上市的经验 他现在设计这种轻型战车 那他看到解放军 这个154战车在高原上面非常好用 30吨重跑得很快 所以他要设计一种 比154战车还要轻的战车 他设计只有多少吨 25吨我比你还要轻 这是他第一个优点 那他看到154战车 用的是腰动五口径的炮 他也要用腰动五口径的炮 文艺脱壳穿甲弹 来这个设计这个炮 所以他也要有这种炮 他除了炮之外 他还要装什么 他还要装飞弹 要从这个法国的 各位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旁边这个地方 就是他的反装甲 这个飞弹放在这个地方 这个飞弹是什么飞弹呢 是法国的这种 法国的反装甲飞弹 他有飞弹 有炮 上面还有挺机枪 那除此之外 三哥还特别要求 这个他们因为 在双方在这个地方 正业的地点叫做班公湖 他特别要求说是 我这辆轻型战车 除了要能够翻山越野之外 还要能够涉水 也就是说能够在 当两栖战车来使用 所以他特别在旁边 还加挂了 大家看一下 这个叫浮筒 这两边设计的浮筒 也就是这里面是空的 这个战车可以走在水里面 可以浮起来 有炮 有浮筒 可以在水上面 可以说不受地形的拘束 但是重量更轻 只有25吨 上面装了这么多东西 那首先我特别要讲说 这个战车 为什么四年时间 他就可以设计的出来 只花了四年的时间 就做了出来 其实他就是完全 按照印度的传统 军工的传统 全部采取拼装的 我各个国家的武器 各个国家性能 我把它拿一点 我跟各位介绍 这辆战车 他用的 我刚刚讲的是 反战车的导弹 是以色列做的长丁导弹 这个导弹 我刚刚讲的这个导弹 他这个导弹 是以色列的长丁导弹 然后这个炮管 是比利时的炮管 他跟比利时买了炮管 还有他的光电遥控 他的光电遥控 是法国的系统 然后这个发动机 引擎跟发动机 是跟美国买的 是美国的发动机 然后传动系统 是德国的 可以说 他大概四年的时间 就可以发展出来 我都买现成的 每一个国家 我买他一个东西来 然后装在一起 然后经过设计师 把这个土拼在一起 就设计出来 炮管更有意思 可是这样战车做出来之后 才发现说有几个问题 现在来讲 今天刚生产 第一个问题 是他用了炮弹 那最好是说 我这个炮弹是既有的炮弹 我不必为这个战车 再重新去生产 新的炮弹的型号 所以他用的是跟 苏尔的T72战车 一样的炮弹 就是原来那个炮弹 就可以拿来用 不需要重新开生产线 来生产炮弹 但是俄罗斯现在很抱歉 他现在因为俄乌战车 打着火热 所以他没有炮弹提供给他 所以当这辆战车出来以后 他这门炮 可不可以有炮弹使用 可能还是一个问题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 最大的问题在什么 第一个最大问题是 这辆战车 它设计成这个样子 而且重量只有25吨 需要这么多东西 那相对的 他的装甲 就会非常薄弱 他装甲 薄弱到什么程度呢 他装甲薄弱到30公尺 你拿一挺 这个排用机枪 就是口径7.62公里的 在30公尺的这种距离之内 就可以将它挤穿 就可以将它打破 所以他等于说是可以说 比一般的装甲车 这个装甲的厚度还要薄 那他最厚的地方 前面是这个炮塔 他这个炮塔是他装甲最厚的地方 这个装甲前面最厚的地方 可以抗拒的这种炮弹口径是25公里 25公里各位可能没有概念 25公里我跟大家讲 我们大家应该都听过这种武器吧 40榴弹枪 就是这个大家有时候有看到电影上面 如果有观众有注意到的话 这个步枪上面 前面装一个榴弹发射筒 打一颗榴弹 那颗榴弹的口径就40公里 也就是说连用榴弹就可以将它炮打击穿 那你不要说身上其他的各个部位 所以解放军在这边来讲的话 他不需要为了这种战车来讲 特别去发展新的武器或装备 只要一般的步机枪 甚至于最多顶多用到重型机枪 就可以将它击穿 所以说印度三哥发展这种武器来讲的话 有没有这种效果 后续来讲有没有这种效果 或者是生产完以后 只是当作一个笑话 那目前当然三哥是自信满满 他这个战车准备要生产 这个买500辆 跟着买300辆 买300辆 要装备这个7个坦克旅 在这个搬工湖 那我特别要讲 他为什么要在搬工湖这个地方 做这种涉水战车 就是因为要在搬工湖 这个地域来讲的话 跟中国解放军来对抗 那搬工湖很特殊 搬工湖这个湖啊 那目前来讲的话 它其实有三分之一是淡水 三分之一是咸水 也就是说有三分之一的这个湖水 是人可以饮用可以使用的 那另外三分之二的咸水 人跟生物来讲都没办法饮用跟使用 但是解放军这次所在搬工湖这个地方 解放军所控顶的位置 刚好是这三分之一的位置 那另外三分之二盐水湖这个地方 是这个三哥所控制的位置 所以三哥一直想要正去控制整个搬工湖 不然他在部队在这个地方 是没有水源可以用的 另外在另外一个地方 就是这个中印边界冲突另外一侧 就是洞朗那个地方 洞朗在2017年发生边界冲突的时候 那时候解放军因为机场 只有一个拉萨机场距离比较远 所以空在这个制空作战方面来讲的话 由于印度是在平原地区 所以他在这个地方有七个机场 那当然在制空作战方面 就会比较吃亏一点 但是现在来讲 解放军特别在日克泽这个机场 也就是距离洞朗 距离边界纠纷地方 只有这个大概只有150公里 部署了一个 整舰的一个军民两用的机场 叫日克泽机场 距离洞朗只有150公里 居然解放军在这边部署了 是歼20的战机 跟歼10的战机 所以印度的空军元帅 对这个飞机非常的感冒 他还特别夸下大海口 说这个歼20战机没有什么了不起 我们印度马上就要买到法国的飙风战机 它的性能是远超过于歼20战机的 这种这个自己吹口哨壮胆 我们知道法国卖给他们的飙风战机 最多也不过就是了不起就算你事在办好了 那歼20毕竟是隐身式的战机 是这个第五代战机 那你印度再怎么样 在这方面来讲的话 确实是跟这个歼20来讲差大一截 所以我们看到整个中印边界来讲的话 不管是在这个东边的洞廊地区 或者西边的班公湖 之前两处的中印边界冲突的地点 那目前来讲的话 这个我们可以看到 在地面战力是154战车来讲 我个人的研判绝对是远胜于佐拉瓦战车的 这个另外在这个西部地区 洞廊地区来讲的话 虽然说目前在这个地方 有领土争议的纠纷又起 可是在空军战力来讲的话 如果说是歼20一定也是要 一定必然是远超于 这个印度所即将要购买的 法国阵风战机 那当然这两个 这个不管是地面的战车 或者是天上的飞机 可能在中印边界方面来讲 都或许会用不到 因为到现在为止 我们看到中印边界冲突 最常用的武器是什么呢 是冷兵器又回到冷兵器 也就是说拿长枪 这个棍棒 或者是说狼牙棒 互相互殴的这种 互打的这种场面 会比较容易发生 那解放军在这方面 有没有准备呢 我觉得从上次的冲突之后 我仔细去研究 这为什么印度的部队 这么不堪一击 那明明都是吃米饭长大的 那为什么打架就打不过解放军 后来我研究过以后才发现 解放军在这个边界上面 这些军队来讲的话 这个准备要打肉搏战 准备冷兵器 这个作战的军队来讲 很多的战士 他以前他是在这个少林寺或者是武术学校 是从四五岁开始就进去习武的 所以他不管是这个长棍或者短棍 你知道这个武术里面 中国武术里面少林寺的奇眉棍 对不对 或者是三节棍或者短棒 都有这种相对的武功 那如果说在这些棍子棒子上面 缠上这个铁丝网 就会变成狼牙棒 所以我们看到那种场面来讲的话 如果说是讲徒手搏斗 我相信三哥也不是这方面 绝对也不是解放军的对手 因为这边跟你派上去 跟你动手开打的 都是从四五岁开始习武习 练武长大的这些年轻人 那你怎么可以打 怎么可能打得过他呢 所以说有关于中印编业 这次有关于雅鲁藏布江 这个地域水利的充足事件 我觉得如果说是印度 要在这个地方再继续闹事的话 那真的叫做一句话 叫做疲养 逃打 那可能又要被解放军暴咒一顿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卤会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卤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卤会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卤会的生物活性 修复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卤会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 好气色 呵护您 呵护前家人 赞订阅你的KS blow your care